美国联准会开始缓步升息 以及总统大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经济影响外界高度关注 今天外商银行就公布第四季投资展望 认为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美国大选 不论谁当选都可能会影响全球资金市场的表现 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瑞 最新民调暂时领先川普8到11个百分点 川普阵营选情高级 华尔街开始评估 如果民主党全面胜出 并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 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迈克尔西斯指出 虽然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几率不高 但如果陈正预计未来基础建设支出增加 但政府对金融业和制造行业监管的趋景可能性上升 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师David Costing团队 也持类似看法 认为制药和金融业都将受阻 反观风险性资产则能够从中获益 我想这是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政权的一个交替的状况下 当然投资人的一个不确定性一定是会升高的 美国大选和联准会升息 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汇丰预估2017年经济将会处在一个脆弱平衡状态 虽然持续复苏成长 但一有风吹草动 市场就会明显动荡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偏好一些风险性的资产 例如说在欧股的方面 在新兴亚洲的方面 那还有一些在这个高收益债的部分的话 还要盛行 还是有些标的可以去考虑 整体而言2017年投资方针将是股鱿鱼债 并看好欧洲新兴市场股市表现 而在货币方面美元依旧呈现走强 并预期美国联准会采取缓步升息 不过一旦美国大选出现重大转折 市场预期恐怕又将落空 本周将是美国大选最后一次辩论 不到最后一刻还是很难预料 新大吃林嘉惠 沈未同台湾TV报道